有人了 大概就算結了 幾乎全片座民裡面有女子 希望是風向的差異了 唐三丈與孫悟空 師徒一行人前往西天取經 經過火雲洞遇到紅孩兒阻擾 西遊記經典橋段 這回由勒林克成的祖孫們共同演出 儘管口白動作有點深色 但賣力的演出讓台下觀眾看得津津有味 而對於第一次上台演出的長者和小朋友來說 更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帶我分享一如冊 一本一本初心不給 小時候有看布袋戲 小朋友他們小時候沒有看 那就我們來這邊學習 讓小朋友了解一下我們以前的那個遊戲啦 遊玩啦 就是這種程度 讓小朋友了解那個台語的講 會不會溜 這一次給他們學了很多 那妳今天要演什麼角色 妳今天要負責演什麼 書悟空 書悟空 那妳有季老師教妳怎麼演嗎 有 妳今天負責什麼 什麼 沙悟景 沙悟景 那妳是第一次跟阿公一起來 來參加一個 感覺怎麼樣 好 像我這種年紀都接近80歲了 可是我是從來不會去接觸這一個區塊 那因為這一次這樣子來上課之後 我才發現到說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像我們以前是母語是台語 可是他這個台語的話呢 跟我們平常講的話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覺得說上面在演戲的人真的不是簡單 不是三年 五年的事情 他就告訴我們 那個阿公要走的時候是怎麼走 走下去的時候是怎麼走 還有他的表情 因為老師他教的蠻詳細的 他會教妳那個布袋戲那個 我要怎麼使用 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現在真的學了很多 那怎麼會特別想要說帶孫子一起來體驗 因為他們可能以前也沒接觸過這個 怎麼會想要特別帶他們來體驗 我是剛好在一個里長跟林長的開會的時候 他們去推廣的 那我就因為那一次聽到所以才報名 就想說讓他藏心一下 這以前電視上他也沒看過啊 所以就想說有這個機會就讓他過來看看 還好他學得蠻開心的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能夠學到更多的台灣的以前的 能夠小朋友懷舊一點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這次表演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我學到各式各樣的 台灣的布袋戲所有的文化 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是畫的時候 我喜歡畫畫 然後剛好又遇到可以畫布袋戲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結合大同區在地特色 安排一系列與布袋戲有關的課程 邀請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主演陳冠玲老師 交長者與小朋友 從認識布袋戲製作戲偶 到登台演出布袋戲 每一次的課程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基本上因為這些學生 這些阿公阿嬤還是帶這些孫來 他們其實從布袋戲 可能不要看過布袋戲 但是他們不要親自上這個舞台去體驗 所以今天是成果發表 所以你看他們現在又很緊張在白練 很認真在白練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在桌上做練習 但是我也跟他們說 上了舞台去在舞台上 我們要說口袋 要說台詞 還要聽什麼 那是非常需要時間訓練的 這些學員他們也非常認真 很認真 已經盡量在顛現 他這兩國位所學的生意 但是當然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但是已經跟起立舞台上 已經很不簡單 有的小朋友是 我們不說不要的不要的 我不要演不要演 到最後沒事 老師換我了沒 換我了沒 要上去表演了這樣 其實這是一種進步啦 我也算半公聲就跟你說 這是李克林 這四人頭一次半步就 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你未來有這個機會 要去這個舞台上 其實不是那麼有這種機會的 所以要趁這個時間 趁這個機會好好把握 所以各位學員非常認真的 在做排練 在做演出這樣 年齡層差距蠻大的 有阿公阿嬤 阿嬤小朋友 第一是女人的問題 但是要說台語 還是要說故意 說台語阿公阿嬤聽不懂 小朋友有的都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但說國語的時候 我們有待會兒在補補 有些台詞阿還是什麼 其實說台語比較粗味 說台語比較粗味 所以這些小朋友也真真 我看到有的 雖然平常不會講台語 但是他用著音把它寫成 寫成這個台語這樣 我這樣念 雖然念起來有點鄉鋼Q啦 但是他們既然肯認真的 我其實都要給這些小朋友 來肯定這樣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暑期的期間呢 能夠讓我們的長者 跟我們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出席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長者 回憶到他們小時候的 這個長中系布袋系的這個活動 那也讓現在小朋友了解 什麼是布袋系 那藉由這個世代的這個活動 能夠讓我們世代可以共 那也希望說在這一個暑期的期間 讓小朋友跟家長 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將近兩個月的布袋系課程 從製作戲偶到參與演出 都讓祖孫們留下難忘的回憶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也期盼透過樂齡課程 豐富飲法生活 促進世代共融 記者離席會台北報導